9月21日至23日 日本海上自卫队扫雷母舰 封后号和扫雷挺鹰岛号 访问了菲律宾马尼拉港 与菲律宾海军巡逻舰 进行了联合训练 海自此次派出的 封后号扫雷母舰 属于普赫级 长141米 宽22米 满载排水量高达5700吨 搭载了各种扫雷装备 也可以进行布雷作业 首舰普赫号的标准排水量 为5650吨 二号舰封后号则略增至 5700吨 虽然普赫级的排水量 在早赖号的两倍以上 但由于自动化程度的大幅提升 编制人数反而比早赖号还低 普赫级的设计 已经考虑到雷达隐身设计 舰体改造较为简洁 上层结构略为向内倾斜 并采用轻质合金围杆 不同于早赖号与棕骨号 配备76毫米舰炮 鱼雷发射管 以及20毫米机炮 普赫级手舰普赫号 并没有任何固定武装 二号舰封后号 也仅在舰手配备一门 奥托梅莱拉76毫米舰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